立法会财委会审议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请 有议员要求政府派钱 政府就表示以目前的财政状况不应该做 也都做不到 也都没有计划推出第三期保就业计划 财委会未完成审议 下星期一会继续 梁家仪报道 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将会动用大约240亿 政府就当中大约160亿向财委会申请新撥款 最新一轮的总额比头两轮缩水 有议员关注被勒令停业的行业 处所例如健身室等 拿到的资助比上一轮减半 再加上这一轮三千多亿 今年我们估计财赤会突破三千亿 这个真是很高的数字 都是从未见过的 你只有那四十五亿多 就做支援失业 里面百多亿製造疫苗 回水再实际 财赤全民差不多十八岁左右都有 包括在海外居住的 这个在今时今日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 我们认为也不应该做 也都做不到的 钱应该是聚焦帮有需要的人 最新失业率维持在6.1% 建制民主派2月到最问 为什么没有失业援助 有没有办法就着失业援助金 那里再去考虑 香港真的不适宜推动这个基金 临时的失业援助金是一个不实际的 就算要搞都一定可能要搞很多年 开了八个半钟 仍然未完成审议 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宣布 下个星期一再召开八个钟会议审议撥款 有线电视记者梁家义报道